朋友们好,我是宋,欢迎朋友们来看老宋,卡恩大神 我们每个人在生活中都不是独立存在的个体 我们都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与人交往 尤其是还有很多人在生活中有一些关系比较好,比较亲近的人 例如我们的亲俗啊,例如我们的好朋友啊,自己啊,对吧 那么这些人之间在一起交往呢 难免在生活中谁和谁遇到一些特殊的事情的时候 在你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互相帮助一下 这个是很正常的事情 我们每个人都帮助过别人力所能及的情况下 别人也帮助过我们这个无可厚非,对吧 尤其是这样的好朋友,这样的好亲戚 但是呢,我今天想跟你说一个事 就是无论关系多好的亲戚和朋友 有一种忙你绝对不能帮 要不然的话一定会给你带来很多麻烦 有些朋友说什么忙不能帮呢 就是他在求你帮忙的时候同时提出这样一个要求 这件事不能让我爱人知道,不能告诉我的爱人 他是不能让他老公知道也好啊,不能让他媳妇也好知道也好啊,这种忙坚决不能帮 有朋友说为什么这种忙不能帮呢 我告诉你啊,因为既然这种事他提出来了就说明什么 他不敢告诉他的爱人 他不敢告诉他的爱人要么就不是什么好事 要么就是他们夫妻意见不统一 要么就是破坏他们夫妻感情之间的事情 好了,那么这种忙你帮了 让对方爱人知道了 而且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 大概率他爱人一定会知道你帮了这么个忙 那么你想一想 他,你会成为什么? 你绝对就成为破坏他们夫妻感情甚至不安好心的那个坏人 到时候不但你和你这个朋友亲戚关系没发出了 你或许还得成为他们的仇人 真的是这样 这样的例子举不胜数啊 我给你两个比方 假如啊,亲戚也好 朋友也好 和别和你好 跟你借钱来了 说借了点钱 但他这个借钱呢 又不是太多啊 以你们的关系 以你的承受能力啊 你确实想把这个钱借给他 你给他都行 对吧 关系就这么好啊 没问题 但是呢 他告你了啊 这个事啊 不能让我媳妇知道啊 你可不能跟我媳妇说 也不能告了他啊 就就这样 啊,你说行 啊,你这个拿去吧 行吗 不行 为什么呢 你得想想 这个钱他不让他媳妇知道 他到底拿去要干什么 啊 他干什么花 他给女人花了 他跟外面养小三了 和女人开房去了 啊 货的时候他就好赌出去赌去了 再者说吸毒了 或者说他被人骗了 啊 这都有可能 对吧 那么你说这些事 你以后让他媳妇知道了 咱别说钱拿不回来 就这个钱 你去跟那媳妇要去 那媳妇一句话就给你怼回来 和我有关系吗 谁让你借他钱呢 我还想找你呢 你借他钱干什么啊 其次就算你说的 这个钱我不要了 咱关也好 我不找你了 行吧 你不找人家就完了 人家媳妇可能找你来啊 人家就要质问质问你啊 你为什么把钱借给他 你知道你把钱借给他 给我们家庭造成了什么后果吗 你安的是什么心 啊 你是坏人呢 啊 你因为你这个 给我老公造出了什么后果 给我们这个家庭造成了什么后果 怎么怎么怎么样 到时候你有口难辨呢 你说你怎么办 你亏了钱 还得让人骂 还得最后你是不安好心的一个坏人 是不是呢 所以你记住 只要他跟你借钱 是不能让媳妇知道的事 你们关于再好 也不能见他 绝对没什么好事 你想想 是不是这样啊 咱们再说 再给打个比方 比如说 他跟你说 你看 你骗我媳妇点啊 这个事 跟我打个原厂 打个掩护 什么事呢 今天跟我一起喝酒了 跟我一起加班了 跟我一起干啥去了 我有事找他帮忙 上我家来一下 似乎很多这样的情况 然后呢 谢谢了谢谢了哥们啊 打电话 你就这么说 他走了 那么在你同意这件事情的时候 他媳妇给你打电话 你说这话的时候 那你有没有想过 他去干什么了呢 他去干的是什么事 坚决不能让他媳妇知道呢 如果他就去网吧 打个游戏 行 这还勉强可原啊 这个可以理解 是不是 他要干的不是这样的事呢 他要干的那些事情 可以让他家庭破裂的事呢 他要干的那些事情 可能挺出问题的一些事情呢 你告诉我就这样的事情 让他媳妇知道了 你会成为什么样的人 那就你得负责呀 你就是罪魁祸首啊 没有你帮的打掩护 怎么会出现这样的事情 没有你帮的他撒谎 怎么会出现这样的事情 你想一想 他媳妇会怎么看待你啊 未来 你会造成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是不是呢 所以啊 我跟朋友们说 夫妻两个是一个共同体 他对和他爱人关系不好 或者是他骗他爱人啊 这种事情咱管不了 咱也管不着 但是如果要你帮着 瞒着去欺骗他的爱人 这个绝对不行 大概率 你猪八街招精子 里面也不是人 所以老宋告诉你啊 无论关于多少的亲近朋友 瞒着他爱人的忙 一定不能帮 绝对不行 记住了 好了 今天就聊到这 感谢朋友们 看老宋砍大山 希望朋友们喜欢老宋 关注老宋 咱们下回见 拜拜 拜拜